我们做了15年电商 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这个钱我就算拿不回来 但是我也希望把这个事情报告 用了两个不同的账号下单的 下单的是同一款产品 都是同一个尺码41码 地址也留着同地址 我就问他 我说你下单的两双是不是买错了 他说不是的 他说是另外一双 是我给我进地买的 收到了 他说是尺码小了 两双都退了 三个订单跟第四个订单是一起下的 因为那时候比较忙 我就没有注意 又是他本人同时下的 然后我就直接发出去了 也一样退了 跟第一个订单 第二个订单一样的 第五是第六次退款 还是同一个写 同一个尺码 退货也是以尺码小了退的 第五第六单 他同时申请的退货退款 我已经想象到了 他可能是两个订单 用同一个退货单号去退货 不出意料 他第六个订单退货的时候 依旧填的是第五个订单的运单号码 一个会订单号填两个物流信息呢 怎么做到呢 因为第二单实际上他没有退货的 前面一个退货单号填进去就行了 实际上他没有退货 前面四次的所有的交易 全部都解除出来了 每次下单两双 然后退一双 每次下单两双退一双 六双鞋只进回了三双 三双 三双 三双